美国众议院众议长麦卡锡 可能在4月访台 但是否有可能再次触碰到中共敏感神经 对此国民党立委张启臣就询问 麦卡锡来访是否应该要超前部署 被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也提出了警示 表示中国可能突入24海里领海基线 向12海里的领空基线来逼近 但连快那稍早的质询内容 领空领海 对 领空领海是12海里 是没有错 可是他要接近了我们就要准备了 贴到24海里 贴到24海里 甚至有一些是超越了临阶区了 那是很模糊的地段 就是模糊地段 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反应 你到了模糊地段 我也要有一些做法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 研判这个发生机率是不低 不低啊 是不低 美方他加大 他把它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放到台湾来 比如说原本放在日本的 放在韩国放在菲律宾的 会不会要求增加放在台湾的 这也是在谈当中 这也正在谈 对 大概会哪一类的会是最多啊 我跟委员报告 能讲就讲 不能讲就不用讲 对 我私下我要跟委员去做一个说明好了 不止如此 邱国阵也被追问了 美军会不会把东南亚的弹药装备库 放到台湾来 直见邱国阵是相当低调 表示会再去跟委员报告 实际上两岸局势非常的紧张 光是先前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去年八月访台 引发中国大规模的围台军演和发射导弹 而麦卡锡最快可能四月访台 两岸紧张的局势可能再度升温 军方就表示了 如果共机一再逼近我国领空 我方一定会有强烈动作